hello大家好我是阿雄 今天我们来开箱这个 这玩意Costatoys推出的巨人 我可就等了太久了 去年6月中旬开订到现在一年多了 终于终于是要出货了 在这里感谢一下厂家提供的评测键 粉丝们我出席了 也是为了庆祝下第一次 本期视频有福利哦 说谓产品本身 产品分为两个版本 一个是单独配件版售价180元 完整版是280元 相比起之前推出的素体 盒子是要窄一些 产品内容物比较简单 使用了单层吸塑包装 相比之前的素体配件有些改动 本体上手感觉比较扎实 头条第一眼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水晶配件整体还不错 比较通透 就是比较可惜水口处理不太干净 手型除了多了一对铠甲握拳 还多了一对握水晶的手型 这款与之前的素体身型上 唯一的差别就是胸部不同 巨岸的脖子与上半身是一体的 肩部肌肉过度也更加自然 整个上胸的观感上来得更饱满 但是也是为了美形度 狐狸关节前后可动被砍掉了一些 头条个人觉得大型上是拿捏到了 就是这个瞳孔的绿色有点太淡了 你们给这款头条打几分呢 因为头发是前后分开设计 所以抬头幅度虽然不错 但是容易碰掉头发 好在头发的胶比较软 强迫症可以粘死影响不会太大 整体头部可动幅度很不错 左右侧摆到底会有点穿帮 嘴巴开合比较捉急 会被脖子顶到 整体可动就属于6寸里比较优秀的水平了 并且把玩手感不错 阻尼感较强 就是关节处的水口 以及身上的合模线处理的不太干净 会缺失一些精品感 最后来总结一下这款吧 这款最近临近出货 我这边又是稀稀拉拉定出去一些 毕竟现在Vtoys的素体价格已经涨上去了 而且他们家这款素体是真的很不错 居然的头条个人觉得做的还行 就是比较可惜张嘴幅度有限 在一些大张力pose时 嘴巴只能微张 就总觉得少点味儿了 那就是关节处的水口确实有点扎眼 后面应该很快他们家的超人也要出货了 当时也会带来视频 最后福利记得关注置顶评论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做的还行 还请一键三连加关注 我是阿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